投票這個感受 很記得兩天前 聽了李家超講了兩個故事 我知道大家前面都聽過 他小時候很窮 有一個家裡買了一個電視機 他跟機層和倫理分享電視機的故事 給我感動 第二個故事就是他被人打劫 在打劫的時候 因為他身上沒有錢 就被人打了幾下心口 他不是立志要報仇 他的立志會成為一個好警察 保護我們香港的市民 所以這個特首 這個後任特首 是一個很有承擔的候任人選 我們很明幸 今天能夠成為這個選委 可以在香港這個歷史的時刻裡頭 去投一票 請各位注意 衝高灣投票站的工作人員 正在將該票站的投票箱 送到電票區 請問各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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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很明顯今天能夠來這裡 支持我們這個候任特首人選 希望在這裡祝願他能夠成功當選 能夠帶我們香港 在政、商、民、齊心、協力為香港 創造更加一個美好的名片 我們成為大灣區的伊托 一起服務內地 面向世界 記得我們中央領導人 向我們來香港訪問 我們那時候講到這句話 一寸擔心 為佛國 為軍避險 平心恥 上下同業者勝 我覺得我們的李家超特首候選人 是有承擔的一個特首候選人 我在這個祝願他能夠成功當選 多謝 我叫莊子祥 是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的創委會長 謝謝 都是第五界別的名字 是第五界別 謝謝